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7.车臣战争的功臣 受苏联解体的影响 车臣共和国也谋求独立 俄罗斯决定武力遏制 一来防止其他地区效仿 二来车臣的位置极度重要 于是第一次车臣战争打响 格拉西莫夫是第一批参战的军官 车臣游击队熟悉地形 精通伏击战和定点暗杀 而俄军将领骄傲自大王穆勒冠 带着一帮缺乏训练的士兵 这些士兵还酗酒吸毒倒卖军火 可谓浑身毛病 因而第一次车臣战争 俄罗斯惨来 彼时的格拉西莫夫 是北高加索军区第58军参谋长 58军总司令 是号称屠夫的沙马诺夫 他因为残暴声明在外 打仗时毫不在意平民的伤亡 只求达到目标 但事务都有两面性 残暴的另一面是高效 沙马诺夫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格拉西莫夫也因此受益 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并在2000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接过了58军的指挥权 全权负责这场战争 当格拉西莫夫自己做主时 他在军校积累的大量经典礼论 争先恐后从他脑海中冒了出来 他着了迷一样趴在地图上 研究部署每一场战斗 对于那些关键战役 他还会一身戎装 亲赴前线 观察战术策略的实施情况 并随时调整 有一次部队进入深山 被车臣武装包围 他跟当兵的一起防御 一起吃压缩饼干 喝血水等待员兵 因而深得一线士兵们的敬重 只可惜他这人太低调 经常躲避摄影机 局势军也无法找到有关他的战场照片 2000年3月份 俄罗斯带总统普京 大选获胜成为正式总统 巧的是两个月后第二次车臣战争 基本结束 从普京1999年 做带总理 到成为正式总统的两年 恰好也是第二次车臣战争的两年 两年来 普京没少对战争发布指示 并对外展示他对车臣武装的强硬 这些被宣传机构大肆宣传 让普京的领导成为 打赢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关键 甚至在有些歌功颂德的传记里 普京成了车臣战争的直接指挥者 而实际上 格拉西莫夫才是贡献最大的实际指挥官 2012年 普京第三次做总统时 才任命格拉西莫夫 为俄军总参谋长 那么在此之前的十年间 格拉西莫夫又经历了什么呢 且听局势军下午分解